前一阵子我们才在讨论梅克尔要交出他的总理职位 他的声望高达75% 可以说是光荣退位的一位德国总理 但是所有的危险在你面前都是不可预测的 最近他所领导的执政联盟 包括CHSUG盟盟 以及CHSUG社盟 他们出现了20年来少见的政治现金的丑闻 这使得梅克尔即将现任的此刻 德国的政治以及包括他所领导的执政联盟的政治前景 看起来摇摇欲坠 3月14日 德国两个邦的地方选举 为2021年的大选年揭开序幕 分别是MRNA新冠疫苗开发冠军 BNT所在地的莱英兰法尔次邦 以及拥有保时捷和冰市轿车等 汽车王牌工业的巴登福腾宝邦 目前在联邦内阁与基民谋联合执政的社民党 当然士气大震 但是真正的地震来自巴登福腾宝邦 一场战后德国前所未有的政治大地震 梅克尔所领导的基民盟不仅仅在这两个帮双双创下了得票历史新低 这无疑是9月份联邦大选的压力测试 没有梅克尔的德国已经令人难以想象 可能有一个没有基民盟执政的德国吗 从梅克尔2005年掌政以来 每况遇下的社民党固然雄心大增 但是真正的赢家不是社民党而是绿党 巴登福腾宝邦是德国汽车工业的心脏 1953至2011年基民盟60年从未吞败 这一次绿党大胜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绿党有可能成为德国第一大党 进入联邦政府执政 这个指标不仅是对德国 对欧洲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疫情颠覆了整个欧洲大陆 唯一没有颠覆的 是德国人对梅克尔的支持率 而基民盟这次大选溃败的主要原因 是一场选前被披露的口罩丑门 基民盟议员被揭发在去年疫情期间 从口罩采购中收取巨额佣金作为回扣 迫使党内三名国会议员在选前一周 三天内陆续辞职下台直写 纽斯莱来自巴伐利亚地区 属于金林盟姐妹党 在此职之前 他一直担任国会保守派党团的副领袖 但是显然趁火打劫的口罩采购丑闻 并非唯一金林盟议员滥用职权的管道 显普特曼是第三位下台的七名盟议员 面对德国正在攀升的第三波疫情 再加上疫苗接种缓慢而引起的不满 德国目前的新冠疫苗接种率 近7.5% 远低于许多已开发国家 金林盟的贪污丑闻 无疑是选前的地雷 尤其是 那麽克尔时代将在 今年9月大选结束 这两场地方选举预告的 不仅是金明盟将有可能 被绿党取代的危机 印证了金明盟在地方 长期掌权的弊端 贪污丑闻所引起的愤怒 正在加剧德国人 对长期以来执政的 保守党的反感 但这个贪污丑闻 也再度唤醒了金明盟的历史阴影 梅格尔当年正是因为公开切割 因为政治现今丑闻缠身的 金明盟大佬科尔而展露头角 要如何证明 自己不是一个腐败的政党 恐怕是金明盟 比没有梅格尔还要更严峻地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